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一段引出了这样一个组织叫残超界美组 大致介绍他们有这么一个作用 下面第二段中就非常精彩的用具体的一个实例 具体的例证来说明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能 为什么英国人就不用去绝望 你光有抽象的说明没有具体的事例 这读者往往体会不深刻 第二段开始他举了个例子 你看像这个人出现个事之后 他就圆满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他怎么说 A recent case concerns Jim Batlin whose fiance John runs a successful furniture business 他说最近有个事例啊 是有关于Jim Batlin这么一个女孩子的 大家注意这个有关于 他用了一个优雅的书面 也叫concern concern something 大家可能更喜欢用be about 大家可能更喜欢说 A recent case is about Jim Batlin 是有关于他的 用be about当然是正确是可以的 但我们用concern这个词来得更庄重 更适合写作中使用 这个我们本文中可以换成 A recent case is about Jim Batlin 但往往就没有concern这个词正重 这个而更典雅一些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 在写信的时候呢 在信的抬头 有人会这么说 to whom it may concern 这是什么意思 至有关人士 就是这个信呢 可能会涉及到的那种人 这个信是关于这个内容 涉及到谁了 请谁来打开这封信 你来读这个信 所以这个concern叫 涉及到了什么 有关于什么 叫至有关人士 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看看这句话 特别类似于 咱们去看见四册 第四课出现的一句话 在未来四册的第四课 会讲的这句话 就是可以看见东西的手 你看这两个句子 是不是如出一辙 这句话说 One case concerns an 11-year-old school girl Vera Petrova who has no more vision but who can also pursue things with different parts of her skin and through solid walls 他最低一个视力呢 是有关于一个11岁的女学生 叫Vera Petrova这个人 她有正常的视力 当然可以呢 通过皮肤的不同部位 能探测东西 甚至看穿结实的墙壁 你看本文中说 一个最近视力 有关于真巴特林的 是出什么事 加定义从句 这时候最一个例子 是有关于11岁的女孩的 出什么事 后面加定义从句 结构是如出一辙的 这结构非常漂亮的 一个例子是有关于谁的 他说是什么事 用concern后面加定义从句 咱们试试看 最近有这么一个新闻 是有关于罗京的 他是中央电视台的 一个著名的播音员 中央电视台 可以用newscaster这名词 因为癌症死了 因为癌症而去世了 最近一个新闻 是有关于谁的 可以用concern 对吧 后面呢 我们再次用同位语 解释他是谁呢 中央电视台一个著名的 可以用受欢迎的popular就好了 一个newscaster 然后呢 因癌症去世这个事 可以放在定义从句里面去 好了 我们先说最近一则新闻 可以叫 a recent news 不对 上来就错了 为什么呢 case是可数的 news可数吗 谁见过 a news to news 谁也没见过 一则新闻 非要说一则 只好用量词 a recent piece of news concerns罗京 人是谁呢 a popular CCTV newscaster who died of cancer 好了 这个咱们就不庆祝了 就不庆祝了 最近一则新闻 注意加量词peace 有关于罗京 这哥们是谁呢 cctv 就中央电视台一个著名的播音员 他因为癌症 给死掉了 可以这么说 以后介绍一个事的时候 都可以用类似的句型 这句型特别实用 好 我们再进一步钻研 这个重点的动词concern concern可以表示 有关于 与什么什么相关 这个词特别讨厌 为什么呢 它主动被动 意思都一样 concern something 也可叫be 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都可以表示 与什么什么相关 这两个词就可以替换 这特别讨厌了 我们看例子 the book concerns music 这本书是关于音乐的 关于音乐方面 主动用它 用下面的搭配呢 我们把它变成这个结构 the book is concerned with music 一本与音乐相关的书 可以这么来说 当然有人把concern 干脆抗词形容词 细表结构 这也有道理 因为分词 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这也行 那么比如说 我们要说一个名词短语 这是句子 咱们把它换成短语 一本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书 我就说a book 然后后面用后织定语 关于音乐 那么如果第一个 用几个词concern 怎么当后织定语呢 动词要当成定语 可以变成非位于动词 非位于是除了位于 都能充当 定语当然可以 这concern当非位于的时候呢 因为它是主动的 主动的 是不是用concerning a book concerning music 一本关于音乐的书 因为concerning 这个词如此常见 以至于很多字典 干脆把concerning 看作一个介词了 就相当于about 我们知道 它其实来自于非位于动词 非位于动词 那么下面那个 be concerned with呢 变成非位于动词怎么办 我们应该把is 换成being 但我们说的being 一般就去掉了 无论是非位动词 还是独立主文里面 李老师说过 有being一般可以去掉 那怎么说呢 a book concerned with music 一本有关音乐方面的书 咱们讲的时候 把语法讲清楚 我们自己用的时候 直接把它搭配背下来就行了 concerning something 或concerned with something 直接当定语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讲解要把知识讲清 但使用时干脆把搭配背下来 直接可以使用 就可以放心 大胆用 没问题了 这是关于concern这个讨厌的词 在各个场合的不同的应用 好 再回来 最近一个事例是关于 Jim Budden这个女孩的 这个姐妹是谁呢 后面加定语从句 whose fiance 他的这个未婚夫啊 叫John 叫约翰 然后呢 这个约翰当然是前fiancé的同位语了 然后这个约翰怎么样 Rents a successful furniture business 他这个后面 那个business翻译成这个公司了 因为business这个词翻译成商业 什么生意买卖 他说都不可数 商业抽象词不可数 生意也不可数 do business 不能说do businesses 但是表示公司就可数了 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家具公司 这个run注意不是跑步 并不是他的未婚夫 每天绕着家具店跑步 那这是个病人 他不可能嫁给他 这是run什么意思呢 经营管理 他不但不是病人 反正是家具公司的老板 the right here means be in charge of something 够 manage 就经营管理的意思 大家还记得 in charge of 咱们在第一个就讲过 叫管理某个机构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run a hotel 不是绕着这宾馆跑步 是经营一个宾馆 run a shop 经营一个商店 run a language school 经营一家语言学校 可以这么说 经营管理的意思 那么有这么一个例子 这个把它记住 本文中可以把它换成 John manages a successful furniture business 经营了这么一个 过着把这带进去 John is in charge of a successful furniture business 这样像约翰管理一家成功的家具公司 可以用它 咱们做书后题 请翻书41页 看第9题 41页 咱们看第9题 咱们看选哪一个 41页第9题 John runs a furniture business he 注意要跟前面一样 选哪一个 当然选A 对吧 John is in charge of the business 他管理这个商店 be in the charge of 表示呢 是有某人管理 咱们可以说the business is in the charge of John 这个搭配反了 咱们第一课说过 Charged 这个不对 Charged当动词意思很多 但没有这个经营管理的意思 它可以表示 像某个东西索要多够的价格 甚至给某个东西充电 在这都不对 把C排出来 这D选叫bears the charges of 只能发现成承担什么什么的价格 这个char在名词可以表示价格 bears是承担吗 承担某个东西的价格根本不同顺 选A正确 那他来管理这个商店 好 那么然后下面就说 这个约翰出什么事了 他说 John had a very good day and put his wallet containing 3,000 pounds into the microwave oven for safekeeping 先分析 分析语法成分 这个白颜色的 一样是句子主干 那么两个句子并列 中间按的来连接 John had a very good day 约翰那天过得不错 就是赚了不少钱 生意不错 卖了很多家具 然后呢 and put his wallet 第二句话 主语还是John 所以呢 这主语就没了 并且还把他这个钱包 什么钱包呢 后面那个containing 3,000 pounds 这是一个非为动词 当后置定语 咱们在第一课还讲过这个后置定语 钱包里装着钱是主动的 现在分词的 装着3000英镑的这个钱包 修饰钱包 怎么样呢 放到哪里呢 put 放到了micro oven 放到这个微博炉里面去 目的是什么呢 for safekeeping 为了这个妥善保管 这for呢 是借此引导一个目的状语的 safekeeping 就安全妥善保管 结果呢 就出事了 这个钱包和钱都被毁了 这老外笨 将中国人把钱藏在皮鞋里 就没事了 他们给藏到微博炉里去了 那么为什么就出问题了呢 后面说了 then he and jen went horse riding 然后把钱藏好之后呢 他跟着jen两个人呢 这个就到外边 这个去骑马玩去了 这个 go horse riding 就是去骑马玩去了 这个go doing 用的是固定的一个搭配 去做模式 go fishing 去钓鱼 go hunting 去打猎 go camping 去露营 咱们新改静二侧见过 然后呢 go bowling 是去打保龄球 注意我们打保龄 不能说 let's play bowling ball 那老外听不懂了 let's go bowling go bowling 是去打保龄 还有呢 go side seeing 我们去观光 去旅游 还有呢 go mountain hiking 我们去爬山去吧 我们去登山 等等等等 go doing 去做模式 等于说 这个两口子呢 就去骑马玩去了 很开心 然后呢 后面再说 when they got home Jane cooked their dinner in the micro oven and without realizing it cooked her fiance's wallet as well 咱们看这句话的 语法争分的分析 when引导的这个 黄颜色 当然是时间终于送句 when they got home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 怎么样 后面这个白颜色 是句的主干了 Jane cooked their dinner in the micro oven 在微波炉里面呢 来烹饪他们的晚饭 带烧烤功能的微波炉 功能很强大 and 引出第二个病例句子 and 是病例点词 第二个句子里面 出现了一个原因状语 without realizing it 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个里边还有钱包 都没看到 cooked her fiance's wallet as well 一边说话 一边开门 你看今儿钱挣得不少 光当门一关 这钱包毁了 把他的未婚妇的钱包也给烹饪了 这是把语法成分 把它讲清 本来心情不错 两个人高高兴兴回到家了 这两个人看起来还是未婚同居这种 还没结婚呢 但住在一块了 回家之后 这就是说给老公 给亲爱的人 做顿饭吧 挣了这么多钱 很能干 在微博如里做饭之后 without realizing it 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是借此端一当 愿意状语的 意识到 当然可以用realize 怎么换嘛 without knowing it 因为不知道这个事 know可以吧 还有一个搭配 就be aware of 也是知道 带进去呢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因为不知道这个事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也行 这可以替换 因为不知道这个事 结果未婚妇的这个钱包 也给烹饪了 哎呀 这回可惨了 你看后面说 imagine their dismay when they found a beautifully cooked wallet and nose turned to ash 想象一下 他们发现了一个 被烹饪的 很好的钱包 并且纸钞都变成灰烬的时候 那种dismay的感觉吧 我们先注意这imagine 不要读imagine 不对啊 好多人读成jin的声音 那是这个短音 发音错了 我们知道这个短音 不要读成i 除非在单词末尾读成i 在单词中间要发生i 就是报数的时候声音 一二三四 所以读成imagine 不是jin 是n n 发a n 第一个不是i 而是a a imagine imagine 不要动诵imagine 不不不不 这个发音不对啊 跟老师大声在那边 imagine imagine 但单词末也要发i 你像城市 不能动诵city 也不是city 也不是city 而是city city 读快乐再组话 叫city city 中间发a 最后发i 所以这个前面的两个短音都发a 再来一遍 imagine imagine 口型对了就行了 什么叫dismay呢 dismay就是又惊讶又沮丧的感情 杂柔的情绪 咱们看看它的解释 dismay means both shocked and discouraged 既震惊又沮丧的这么一个感觉 叫dismay 既震惊又沮丧的感觉 如果用我们语气词 就是中国说的 哎呦 一拍腿 哎呦 震惊 一拍腿 哎 你看这事闹的 钱没弄 没看着 好几千英镑没了 这便入伙是好年 就这么一个感觉 哎呦 一拍腿 这感觉叫dismay 想象一下 他们的AOA吧 对吧 当什么时候 when they found a beautifully cooked wallet beautifully cooked 就被烹饪的非常好的 为什么钱包被烹饪非常好呢 这钱包是皮革的钱包 皮的 做被烹饪熟了之后 皮都熟了 切成丝呢 这个用辣子面一半都能吃了 出香味了 这钱包都熟了 能吃了 烹饪的很不错 并且呢 钱 这里边只叫notes 咱们讲了 这个note表示 是banknote 直钞 可数名词 变成昏了 turned to ash turn to something 有时候也用turn into something 可以表示变成另外一个东西 可以 也可以用change into something 也能表示变成这个东西 由A变成B了 可以用它 或者干脆用 我们直接用这个 这个become也行 变成什么了 直接用系动词 后面就用名词做表演也行 变成什么东西 咱们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这只毛毛虫 最终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毛毛虫 咱们看caterpillar这个词 the caterpillar eventually turns to 或turns into a beautiful butterfly 或changes into 或者becomes a beautiful butterfly 变成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我们出现词汇就不能放过 我们读一下这个毛毛虫 这个词 caterpillar caterpillar 读快了之后 这个t又会轻轻着化成的的声音 再来面 caterpillar caterpillar 毛毛虫 再读一下这个蝴蝶这个词 butterfly butterfly 就黄油再加苍蝇这个词 变成了蝴蝶 这也不知道怎么变的 读快了之后 中间这个t会轻轻着的的的声音 再来面 butterfly butterfly 这只毛毛虫 最终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花蝴蝶 turn to 或turn into change into become都行 有同学常常在课下问我 李老师 那我们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呢 turn这个词 不也是可以当系动词来用 也是变吗 像turn white 变成白颜色了 那为什么它不能跟become 要后面直接用名词做表语呢 为什么得加turn to 或turn into呢 大家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turn这个词 表示变成什么 后面一般是名词 一般是形容词做表语的 它如果后面加名词做表语的话呢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职务 身份 职业的改变 它只能后面加一个人的职务 身份 地位 而且这个时候 后面的名词前还不能加贯词 这是turn 名词做表语的唯一用法 否则的话turn 后面一般是形容词做表语的 此话怎样呢 咱们看这个时候可以用名词 做表语叫 the teacher turned writer 这个老师 后来呢 成了一位作家 变成了作家 这个时候可以用turn 但后面一定是跟一个职务 一个身份 这个时候 而且writer 前面是不能加贯词的 再比如说 he has turned trader 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变成一个叛徒了 trader也这个身份 那么身份 职位的这个改变 我们才用turn 就用名词做表语 而本文中呢 变成昏了 这是不可能这么用的 注意大家 词法一定是见过再写 听过再说 拿不准 插字典 好 我们看看一个疏忽练习题 这个题出的不错 41页 第十题 41页 打开 咱们看第十题 他说 Jane discovered that the 3000 pounds had什么 ash 就真发现 这3000英镑已经变成昏了 咱们看变成可以怎么说 好 第一个那个turn不对 他后面必须跟身份的改变 才能这个加名词 这个grow呢 就过去文的growing也不对 这个grow一般是慢慢慢慢 逐渐的变化 比如grow old 慢慢变老了 等等等等 一般也是用形容词做它的表语 就表示变成昏了 这个表语 这个搭配是不行的 make就更不对了 你要用make表示变成什么呢 那得用被动用什么呢 be made into something 这个可以表示变成什么东西 be made into something 这个才对 单独用make主动是不可能的 只好选d become 变成了过去分词还是become 这个题出的不错 好 再回到文章中 他说呢 这个一个钱包被碰得很不错 并且这个钱已经变成这个昏的时候 他们那种惊讶沮丧的这个感情吧 咱们这个剧情可以把它单独提炼出来 当一个固定剧情来用 想象一下当某个时候某人的某种情况吧 这都可以用 想象一下在某个时候某人的某种表现吧 比如说 咱们算过去 想象一下 他发现自己坐错了火车的时候 那种 哎呦 哎 这个感觉吧 坐错了火车了 本来呢 是去杭州 去杭州玩 一看 哎呦坏了 奔了东北去了 这倒霉就是 哎呦 哎 火车停不下来呀 这种AOA的感觉 AOA就是什么呢 就是dismayed 那么上错火车叫 坐车就特动是take嘛 take the wrong train 坐错火车 imagine his dismay when he found he took the wrong train 想象一下 当他发现自己坐错了车的时候 他这种 哎呦 哎 这个感觉吧 再读一下这名词 dismayed 又震惊 又沮丧的感觉 对 我们来一个好一点的事 想象一下 当这个女孩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那种欢心鼓舞的感情吧 终于成功了 考上了北大心目中的这个学府 欢心鼓舞的感情 可叫exaltation exaltation可以用这个通知书 叫admission notice admission就是录取嘛 对吧 我们看怎么说 imagine her exaltation when she received the admission notic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想象一下当她收到了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admission notice 这个时候 她的欢心鼓舞的感觉吧 exaltation就蹦下 哎呀 成功了成功了 我们有这个感觉 我们读一下这个名词 exaltation exaltation 欢心鼓舞的感觉 终于成功了 连续考了五十多年呢 我老太太非得考上不行 终于成功了一把 exaltation 想象这感觉吧 当什么什么时候 某人的感情 imagine 我们家win从军 不错 咱们可以总结总结 用 可以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